傅孟博和王柏傑 5號出席影集 美食無間記者會 兩人日前雙雙入圍 第六次借金馬 最佳男主角及男配腳獎 開心的心情完全藏不住 嘴角的 你自己覺得上癢 清楚嗎 有啦 就有吃個豆花 我爸那天當天就公佈之後 就買了一碗豆花來找我 他就給你錦上天花 就滿有趣的 其實我不敢看 那時候我是不敢看 然後其實孟博是第二個 傳簡訊給我 然後因為我一直在 偷瞄手機 我沒有知道公佈的時間 你們一定想不到第一個是誰 是魏魯萱 因為他是我的好朋友 然後我也嚇到 想說他怎麼會傳簡訊給我 然後我點開 然後他就錄音 然後大叫我的名字 然後我就 就還入圍了 因為我們兩個在四五五國 那時候 所以他就也很淡定的 跟我說嗯 恭喜 你很敵人 對 他很平淡 他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 這樣 孟博就是我的幸運小朋友 你們兩個 我在裡面很像電燈泡 對不起 就帶個綠色的水晶在身上 因為北印的時候就帶這樣 我應該會帶 因為我女朋友在穩德獎 說他送我一支錶 然後我應該會帶那支錶出席 拿來的腳步 會有很多圈子的腳步 我先拿著說好了 我現在還不知道 我現在沒設想那麼多 我覺得就是 能入圍已經很開心了 對 現在沒有想到 會不會得獎這件事情